去玩这三间全KL最火的夜店 嗨,我是友人 今天我们不讲手机 看我这个Log 我们今天去 蹦迪 蹦下个拉卡 OK,这里我准备了一个List 就要来挑战一个晚上 去玩这三间全KL最火的夜店 其实我自己只去过ParkIn 其实两间我是没有去过的 但是听说他们真的很火 每个半个礼拜都是Full House 然后里面有很多帅哥没留 这么难得去Karmin 肯定是要拍美美的照片 那所为一个科技博主 我这次 带了十台手机出来 Owner70 主打夜拍的 那等下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很暗 肯定是要一台夜拍是OK的 去打一下 他把以前的功力我已经试过了 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就来看看 等下在Karmin这么暗的地方 他拍出来会不会过报 会不会有Noise 没有细节那些 那怎样才算是一个好的夜拍照片 这里买了一定是只有两个 还要做到暗中的细节 密光不过报 那这个很多旗舰机都可以做到的 旗舰机嘛 就是贵咯 那今天我带的这台 Owner70 它是中断机 1999块就买到了 Karmin可以带相机进去了吗? 我不懂现在哦 我的年代的话是不能拿 你的年代 Hot-in停车食盘公司 很火 很火 也是很多人 但是今天没有什么人 可能太早 没有 全部去看王家了 全部去了 Goodwise看王家了 MENU很可爱耶 靠酒工作站 很可爱耶 有这种Cocktail 先抱怨一下 入场没有拿到一个很好的位置 所以坐到比较暗的地方 当然照片总是看不出来啦 因为经过Owner70的AI运算体量 它还原了一些细节 所以有这样的表现还是很不错了 尤其是法师的边边 没有因为硬硬要BOKET背景 而出现很格力的模糊 卷法全部都很清楚 我白色的眼线细节也还在耶 不错不错 第二场直接极限一点 我们找到了一个 蓝光弥漫的角落拍一下 虽然人整个就是蓝精英了啦 但是这个不是Owner70的问题吗 这现场肉眼看到的 原本就是这样蓝了 但是也不难发现 这里真的很暗哦 我一开始以为会整个脸拉香掉 毕竟它只是中断机一台 但是又没有我 做什么蓝精英啦 这时候拿另外一台手机出来 给人脸一点点补光的话 诶 出来效果整个不同了 皮肤也恢复了肉色 意外的让人惊喜 成果很有feel 手机部看到了一个广告牌 就想说试试看 Owner70的背光功力 结果效果surprise到我一下 强光卫不但没有过包 我连最小的那个字 停车式版公司都保留下来了 但是又没有影响到人物变到黑黑一坨 或者是很多 noise 依然保留了很多细节 这个表现我已经忙着鼓掌了 临走之前 随手对着发光的LED广告牌 试拍了一下 大家应该不难看出整体效果 真的是光暗分明 但是灯源没有过包哦 基本上不像是一个低光情况下拍的照片 但事实上 它是 现场环境真的是暗的 拍 in 之前是很夜店的 不懂为什么现在变成不夜店了 不用警 我们换场 呃~~怎么还一首歌� 现在十点 Agriculture 已经开始了 Dasky 上面叫 Dasky monastery legacy 他上海的骼 这张照片我都很喜欢 主要是刚好自己的光线还是很够一下 打开人像模式哦 就拍到这个效果 虚化到很干净 尤其是法师那边 肩膀有亮有暗的层次感 这边有加分 看这个 这边没这个 再看看这张 你一定是想讲 全面屋靠近灯源排 当然是没有问题啦 但是我想讲的是 黑板上反射的这一面的嘛 那其实在灯源过爆 这部分是OK了的 而暗处的细节还原能力 恰恰就在这张照片 完美的体现出来了 要只要光暗分明哦 还真的是不多总装机 可以做得到的 这张绝对是我当前的非粉 很好看哦 展示Owner其实对于颜色有多高的还原度 先是头顶被黄灯照料 所以呈现黄色 然后就是两侧被红灯照着 往下一点就是黄色 整体颜色鲜艳饱满 而厉害的地方就是哦 我反射起来是OK的哦 只记忆看哦 黑的墙还可以反射出我的背影 哇 听说这是格木必打卡的DJ台 好像多个Spotlight在周围照射着 所以这音乐会不停的换色 这一点就已经很考虑一台手机的快门速度啊 讲真拍的时候是不容易下的 但出来的效果我还挺满意 就算放大来看 照点控制也是OK 来到第三场了 Face Club 听说这个是全马最大的nightclub 但是连歌都没有 连声音都没有 现在 这里也没有人的耶 人都没有耶 看到吗? 才对 我觉得这边跟格木最大的差别就是哦 这边比较大戏的 这是我拍拍这个的 给我进去 我的拍拍这个 我愿成这里为KL最嗨最炸的场 看我进来就立刻毕业拍照打卡就知道了 哦那其实这张照片又再一直surprise到我了 背景虽然是很暗 但凡是有关的地方它都能够保留下来 那这张是一倍镜头拍的 广角又如何嘞 一样妥妥哦 不过可以看得出就是广角镜头虽然一样很厉害 但比起一倍镜头 控制能力感觉更好 而且contrast也比较高 可以更好的凸显出主角 那来拍景的话表现如何 你看 可以啊 ONER其实整体基本上没有可以嫌弃的地方 从我开箱过无数台手机来看 终端机做到这样我还能讲什么嘞 单单是颜色就已经是蛮惊艳了 屋顶上大荧幕的火焰效果 加上直面射来的绿色雷射光 整体几乎完美 OBUT ON THE 70的广角镜头 还是有极变的问题 看右下角的男生 那个颈被拉长了 那最后就送大家一张 如何营造微信的朦胧美 这张是KAN用夜景模式按下快门之后 顺时旋转的手机下下所拍出来的 记得主体一定要保持在同一个位置上啊 不然人脸也会一起蒙掉的 嗨不嗨 很有issue感呢 最后送上一张自拍照 自拍美颜 妥妥 口红 还是很显色 这人蹦迪婉就直接睡觉了 sorry everybody 有一周晚上实在是太累了 所以总结今天才来做 OK其实我个人觉得ONOR70这一台终端机 它的夜拍真的是不差的 老实讲我一开始蛮抗拒去Club做内容的 因为首先第一Club真的是很暗 第二是我对终端机非常没有信心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我拿着这台机然后去狂拍一千张 然后只选几张来用罢了 但是除无意料的时候ONOR其实它表现很好一下 我最后拍了五十多张 可以用的是超过一半的 有一些甚至是我随手拿上来我就咔嚓 我就这样子拍了 都是可以用的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 希望下次来是有机会记得拍摄直播投投去搞兵业